傳統領域的畫色辦法 我想裡面的真影都非常清楚 你能不能到台大醫院 那裡去看看你的前部署 聽聽他的聲音 這個我想 我會安排時間 去聽一下 既然搞入委員 我們一起去也可以 去聽一下 這個馬耀 他們的心聲 這沒有問題 行政院長賴清德 10月13號在立法院 接受立委搞入一用質詢時 承諾會安排時間 前往原轉小教室 聆聽族人對傳統領域 畫色辦法的不同心聲 沒想到就在10月8號 下午2點多 賴清德在搞入一用的陪同之下 現身捷運台大醫院站出口 跟原轉小教室成員互動 已經判斷運台大醫院 那這個委員會為大家出一個 相對接受 這樣子 跑出一個共同討論的主罪 不管是專家選者 然後就是正方法 大家真正為這個 這件事情做好 原轉小教室發起人 麻藥比後特別跟賴清德說明 傳統領域畫色辦法中 排除私有地部分 裁斷開發行為 將不需經過部落同意 賴清德表示 傳統領域畫色辦法爭議 政府和族人之間缺乏溝通 希望邀請族人 召開相關會議 共同討論 針對行政院長造訪原轉小教室 原民會也回應 希望找到共識 來解決各界對傳統領域 畫色辦法的旗艦 院長按照他的承諾 千萬去聽聽他們的一些說法 我相信院長也都會親自聽到 他們真正的建議是什麼 那看我們 我從院長的談話裡面也是說 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 共識來解決大家的歧見 這個是我看到院長到那邊 去做了解的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為了抗議援助民族傳統領域畫色辦法 排除私有地 原本紮贏在凱道上的原轉小教室 在抗議一百天時遭警方驅離 目前轉往捷運台大醫院站 1號出口露宿 而面對賴清德8號 突然造訪探視 麻藥皮厚表示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記者綜合報導 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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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